《 魔物獵人世界》的超大型資料片 Iceborne 等了好一陣子之後 終於揭露了更多詳細的情報啦 首先當然就是全新場景 « 永霜動土» 玩家將在全新的地圖中探索 這將會是《 魔物獵人世界》目前為止 面積最大的地圖 場景中有許多令人驚豔的細節 比如說當獵人和魔物走過雪地時 都會在雪地上留下長長的足跡 接下來就是重頭戲的新魔物 一開始登場的是外表看似巨大迷路的獸龍種 猛牛龍 他除了會用頭上那對巨大機角來攻擊獵人之外 還會把場地上的樹木或石塊 舉起之後增加衝撞的攻擊範圍 玩家要隨時注意他的攻擊變化喔 另一隻新魔物則是生活在雪地中的魚龍種 冰魚龍 他擅長利用厚實積雪的環境 像鯊魚一樣潛伏在積雪之中快速滑行前進 在接近獵人後一口氣衝出來 用銳利的尖角攻擊 不過獵人們來到這個新環境 自然也不是毫無準備 像是學習到了新動作 首先玩家能夠在罰刀的狀態之下 直接使用投射器 某些武器甚至還能夠在連技攻擊的途中 穿插投射器的強化射擊 快速造成魔物失衡 另外投射器也有新功能 飛翔爪 可以直接抓住魔物 狠狠揍他個幾下喔 除了新魔物外 製作組也沒有忘記 玩家們一直都很希望能夠有更多的經典舊魔物 登上高畫質的魔物獵人世界舞台 在這次的影片中 我們就能夠看到大獸歡迎的迅龍強勢回歸啦 運用高速跳躍 衝刺 把獵人耍得團團轉 帶有尖擊的尾巴 熟悉又可怕的斬箭尾絕招 統統都回來了 最後當然就是介紹本次更新的主題魔物了 和本傳一樣 這次的主題魔物也是古龍種 在劇情上看似就是讓魔物們行為異常的元凶 被稱作冰重龍的新魔物 外表上看似是鋼龍和黃黑龍的冰系古龍 想必會為玩家們帶來極大的考驗喔 魔物獵人世界Iceborn 預計將於今年的9月6日上市 各位獵人們是不是該回到世界中 好好的磨練一下自己的狩獵技巧 等著迎接寒風刺骨的新挑戰了呢 最新主題的 日式選定魔物你 诞在 會被按常放轉 耍復